在这次张凯真会到光荣国中指导选手 除了因为光荣国中的网球发展历史悠久 而且这几年来选手的表现都相当优异 包括今年的全中运 学校就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抢眼的亮黄色运动服 是许多人对光荣国中网球队的印象 这支成立有数十年历史的网球队伍 成绩可以说是越来越亮眼 今年甚至还拿下全中运女双冠军 光荣国中的网球队 那这几年成绩非常好 在我们张文荣教练指导之下 我们获得了全中运女子双达的金牌 女子团体的第二名 男子团体的第三名 那我们的孩子真的非常棒 而且非常努力 那在这些成绩领导之下 我们现在会努力发掘一些选手 然后光荣国中这次获得了 教育部田径训练中心 我们会把资源做更好的运用 让这些选手能够出国 争取更高的排名 让做世界的选手而努力 除了全中运拿下优移成绩 今年学校也有四位获选ITF14岁组 国家代表队选手 其中徐静文更是14岁组的全国第一名 感谢我的教练 就是辛苦 就是他很辛苦 就是陪你们这样一路走过来 那你未来有设定什么样子的目标吗 就是希望以后可以跟张台震一样 希望可以像他一样有什么样子的竞争 就是打赢那个世界球后 虽然曾经面临招生不足的窘境 不过现在有了张文龙教练的加持 加上在就学方面 可以衔接光荣国小和现立三重高中 相信光荣的网球选手将可以创造更亮眼的表现 天外天新闻 方健凯玲锦鱼三重采访报导